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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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光料》 今天有我周天卫和拍档 陈祖刚 继续为大家主持节目 上一集我们有提到 葵青区制作了一本很生动的插画教材 由幼稚园开始培养孩子手法意识 和正确的价值观 今集我们特地请到 东区警区副指挥官邮善文 和大家介绍一下 东区警区是如何宣扬防罪灭罪的信息 欢迎Madam Yow 多谢 多谢 Joe 原来青少年阶段犯罪真的可以影响一生 有些警察朋友跟我说 有些五六十岁的惯犯 竟然可以有几十年的犯罪记录 他们人生是不断犯罪坐牢 放牢又再犯罪 真的好像轮回一样不断犯事 听上去都很惨 其实很多青少年 我们工作了这么久 很多青少年如果能及早有些引导 或者教导 其实是可以改变的 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到 教署又有些计划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原来警察都做了很多计划 是 Madam Yow 其实有犯罪家都认为 如果能够在青少年阶段 及早扭证犯罪行为 其实真的可以杜绝犯罪的可能性 我就知道 你们东区警区 在这方面 在青少年的犯罪 防犯罪方面 做了很多事 可不可以和我们说一说 其实每个区都有 少年警信的计划 但是计划本身的训练 可能都是对于一些 一般的青少年辈 比较接触得到 但是对于一些可能犯了事 或者是一些边缘的小朋友 可能未必可以接触到 所以东区警区 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计划 叫做Project Take Take 两个Take 希望这个计划可以帮助到小朋友 在防犯犯罪方面 可以做多些事情 计划的目标 第一就是 截停他们的犯罪行为 第二 希望可以灌输一个正向的思维 帮到他们 第三 希望帮到父母 这个计划 其实我们在设计节目 我们都花了一些心思 例如我们是包了一间戏园 给小朋友去看戏 希望他们都有一个独特性 还有在我们的开展礼里 他们可以设计自己的队医 变成了他们对自己的身份 都有一个认同 还有在Project Take Take 我们都很着重就是富权 就是一个Empowerment 来到参加计划的小朋友 其实他们不只是接受一个服务 而是他们是有机会可以服务出面的人 去侍奉的 去给予的 有移工的一些服务 其实真的很重要 年轻人如果没有自信心 整天都觉得不能够去贡献给社会 自己有用 所以你们这个Project Take Take 听上去真的很厉害 听到你说有个Project Take Take 你们似乎已经对这个青少年罪案 就是说青少年犯罪行为 有些看法 大多数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是什么 又或者说如何可以防止他们以身示法 又或者在你这个过程里面 你有没有一些特别深刻感受的案件 去处理过 其实青少年犯罪也有很多不同的成因 但其实最主要的一样就是 对于犯罪的意识不强 譬如是他们打架 他只是觉得我一时以气 我便打他 又或者就是他们吸食毒品 他们不是叫毒品 他们叫糖 很简单 将一个犯罪的行为 变到一个很正常化 又或者是一些 那些与未成年的青少年发生性行为 他觉得我们两情相悦 这个也是对犯法的意识很模糊 另外一方面就是 那个僥倖的心态 你抓不到我 这么多人 譬如群嘔 大家一起打架 我踢一脚而已 我没有什么 你找不到我 所以这些心态正正就是 好像一个迷思 令到小孩觉得 没有什么 犯法没有什么 所以我们觉得 不能令迷思的船窝继续下去 我们有一些数据 其实其中一个是57岁的成年的重犯 其实他已经有42年的犯罪案底 正正我今天来 昨天我们先在东区 又抓了一个成年的犯 他的年纪不是很大 他35岁 但是他是有22年的案底 他的案底里面有打架 有吸食毒品 有刑事恐吓 有行使假文件 种种形形色色都有 我们昨天抓他 是什么呢 抓他是跟爸爸打架 很可惜 很可惜很伤心 所以我们更加希望 寄望Project Take Take 是真的可以在年轻人那里 截停他的犯罪行为 希望帮到小孩和家长 其实扭转青年误入歧途 很多时候都要家长配合 我们知道东区 就是景区 最近制作了一个 《不管也能教》的小冊子 其实这个小冊子的主题 你们怎么想出来呢 以及它和家长的关系又如何呢 从中家长会体会到什么呢 《不管也能教》这本小冊子 其实我们参考了很多小孩 或者年轻人成长的一些书 我们的对象就是家长 也知道现在年轻人的资讯 其实很发达 收到的资讯很发达 多知多彩 而家长是没有时间去消化 或者去追上现在年轻人知道些什么 所以《不管也能教》 我们就希望不是用一个管教的方式 去说给家长听 你要怎样教小孩 不是 而是希望用一些秘诀 一些问题答案 即是Q&A 帮到家长在一些很切身处地 会和小孩日常会谈谈的题目里面 帮到他们手 而事实上这一两年 在我们警务工作里面 遇到一些真是犯了法的小孩 传统的爸爸可能都会是闹 甚至乎有机会打他 而妈妈可能是比较哄哄哄 很担心 但是其实父母是这样做法 对事情于是无保 帮不到小朋友什么 而其实他如果犯了事 或者是去到警察 他们其实一样很彷徨 如果父母没有一个清晰的方向 或者不理解自己应该怎样做的时候 就真的帮不到 所以我们希望藉着《不管也能教》 这本小冊子给到一些提示 Madam 我看过小冊子的内容真的很丰富 我都会见到 其实在不同方面都会教家长 例如如果小朋友受到起底 或者欺凌 他们应该如何处理 那本小冊子就好像懒人包 真的很方便 我想问Madam 其实你们在制作小冊子里面 有没有遇到一些 其实你们的构思 或者那样东西是怎样做出来的 在宣传方面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 或者有没有一些经验 想和我们分享一下 制作《不管也能教》 其实我们都有和家长谈过 究竟他们和小朋友去沟通的时候 在哪些方面是觉得比较难 我们小冊子有六个单元 其实都是一些很生活化的问题 金钱 小孩子会不会花得多 比如小孩子开始拍拖又怎样 这些是很生活化的问题 而在搜集资料里面 其实我的其中一个主编 就是一个很年轻的同事 他又未婚 其实他就在做儿子的心态里面 去帮忙搜集资料 所以其实都是一些年轻人的诉求 对父母的有什么期望 当他的父母看到的时候 究竟想父母怎样对他 就不是一个一言堂 说教式的一个小冊子 另外在这本书里面 就不是除了一些理论基本 在后面之外 其实我们有一些问题和无议答案 这些答案都是比较容易上手 生活化、口语化 令到一些可能会冲口而出 说错的那些 我们帮你交叉它 希望有一些说话 我们是针对事情 就不是人身攻击 这里可以和大家分享两个小提示 比较易记的 第一个就是 多用我少用你 很多时候父母一说说 你为什么这么晚都未回来 这么晚都未回来 这些是基本的了 是 但回来我们不用你 怎样说呢 就是说 我很担心 我见你这么晚都未回来 我很担心 小朋友便会觉得 原来你这样想的 原来是妈妈或爸爸是会担心的 多用我少用你 另一个小提示呢 就是先心情后事情 小朋友 譬如学习 失败了 今次考试 考得不好 其实他们 一样很不开心 一样很彷徨 一样不知怎样 升不升到班 他们的心情也很复杂 亦都不知怎样跟父母说 所以我们先不要说事情 你考得这么低分 你知道你升不到班 不用跟他们说这些 他完全知道 搞定心情先 大家在一个心情平复的期间 去沟通 那就不怕会说错话 其实可能尤其是中国家庭 中国人的家庭 其实这些事情是知道的 但可能你真的有本小冊子 在旁边有空你就看看 起码提醒你自己 你想想一开门 这么迟回来 你为什么这么迟回来 你不会很担心 你真的要有些事情去提醒你 但其实是好的 多些关怀 少些关键 是的 而且这本小冊子 除了我们Project Tic Tic的参与者 会有之外 其实我们会放在保安室 如果一些家庭 他为什么事来保安都好 他觉得这本书可能帮到他 他可以拿走一本 我们CID的同事也是 遇到一些案例 觉得家庭可能都要一些提示 不要说他有什么需要 他要一些提示 都可以给他 处理家庭糾纷案都可以派本给他 当然 所以我们都印了好几百本 如果其他家长都有 对这个小冊子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传个电邮给他们 他们都可以拿回本 刚才听你说 这个Project Tic Tic 或者我们知道 警民关系 即是区的警民关系 是很多这些工作正在做的 其实东区警区 日后有没有其他计划 去宣扬防罪 或者是灭罪的讯息呢 或者和警队其他部门 或者和警察总部 又有什么计划 互动或者合作 又或者和纪录部队会有没有呢 那这些合作 你觉得是怎么可以帮到青少年呢 Project Tic Tic 其实那些都挺多元化的活动 我们最近就有和程教署 合作去他们重开的马坑监狱 做了一个定向活动 好像野外定向那样 定向之中 是的 但是是在马坑监狱里面做的 就是叫做监狱任务 这样就小队的参与者 就会是好像一个比赛形式 要解密 然后就要完成一些任务 这个是我们刚刚六月份 我们做了一次 我们都会继续做的 另外也是多得 就是程教署那边的支援 他们有另一个计划 叫做私囚之路 私是思想的 私囚是囚禁的囚 私囚之路就是无以一个 在法庭定罪那一刻开始 参与者就会上囚车 然后送去监狱 然后要在监狱里面 终行一些训练 我们希望就是给年轻人知道 就是你犯了法是有后果的 不是就这样算数 不是去度假刑 是真的去一个监狱的时候 他们会有些什么感受 随之以我 我们也得到一些 义务律师的帮助 我们会做一些短片 讲一些法律的一些常识 例如刑期是会怎么判 法庭程序是怎么样 又或者是警司警戒是什么一回事 我们都有一些义务律师 家长和小孩子的亲子的沟通方面 我们有一些社福机构 就安排一些专题小组 这样就给家长 有些部分是给家长 部分是给青少年 也有些部分是一起上 希望可以从中是 又教到他们一些技巧 加强沟通 跟个项目的都好像 即是及早加油 是一定是 还有就是因为在学校好 又或者警方好 其实我们对着年轻人 只是很小部分 最好不要专专来找我 因为我怕他们有些事 但是我们的介入 其实是很短时间 但是唯独是父母 是真的长时间和他们 陪伴他们走人生的路 所以Project Tic Tic 和一些少年警讯 又或者其他的青少年计划 我们其实都放多少资源 在父母协助那里 其实我想带父母和年轻人 问一问Madam 因为我听下去 Project Tic Tic 真的很多元化 如果他们真的有兴趣想参加 就是由你们东区景区 举办的Project Tic Tic 其实他们是不是都可以 有没有夸区 有没有夸区可以参与 或者怎样参与呢 我们暂时现在就是 就是东区的年轻人 但是其实呢 我们都希望是 再广纳一些 真是有需要的年轻人 因为就是及早介入 我们没有说 只是介入东区的小朋友 我们是及早介入 所有青少年 我也是在一些活动里面 我和青少年说 我说你有朋友 你觉得想来一起玩 想知道多些的 我们都很欢迎 其实近年呢 香港的青少年犯罪活动 有上升的趋势 的情况呢 真是令人很忧虑 如果真是要去扭转 誤入歧途的青少年呢 除了警队的努力之外呢 很多时候都需要 学校和家长的配合 才可以帮到他们 手法教育 是应该由青少年做起 只有和犯罪彻底斩揽 我们的下一代才会有希望 今天很感谢 请到Madame Yow来接受我们访问 多谢你 多谢 多谢